我們這次的活動是要幫助小孩子介紹使用手機 跟他們的家長介紹使用手機 然後多帶他們去接觸大戰跟出去玩 然後我們原本預期的是 就是當我們問問題的時候 小孩子看我們表演會 就是會覺得說手機要減少使用 可是我們有發現現在的小孩子 手機真的有點重苦太少 可是我剛剛有觀察一下 就是因為他們還是小孩子 那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小孩子就一直跑來跑去 然後我問他們說 我們覺得跑來跑去好玩還是玩手機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跑來跑去好玩 然後還有小孩子就是在話送給我們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小孩子還是比較喜歡出去玩 可是他們的家人可能太棒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真的 就是常常把他們小孩關在房間裡 然後一直讓他們玩手機 所以對就是 其實小孩子還是喜歡出去玩的 我覺得這次經驗 這次的經驗很好 我看到他們就是小朋友都很可愛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全然都有這麼可愛的小朋友在我們收招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放下手機 然後周遭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 這樣多多去更加 這次我們來到幼稚園 就跟幾個小朋友做互動 我們這樣表演 其實他們過程中都蠻專注的 對 然後現在的 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很多父母可能太忙了 或者是有時間就是覺得小朋友很吵 但是小朋友就是這個年紀 就應該更多的去玩樂 而不是一直專注在3C餐譜上面 或許可能3C才不可以讓小朋友安靜一陣子 可是父母應該還是要多帶小朋友出去玩 就是更加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或互動之類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再慢慢觀察他們的後續發展 然後我們能稍微改善這個狀況 就是剛剛剛開始問問題 然後就是問說 在外面跑步跟外面是哪個危險之間的 然後就是很多小朋友 全部都回答說 要玩平板 可是呢 後來我們就在旁邊那個草地啊 然後追逐 然後就跑一跑 然後就小朋友摘花這樣 小朋友摘花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又問了一次問題 然後他們卻回答說 就是在外面跑一跑比較好玩 我覺得他們就是 就是平常在家裡玩太多手指 然後但就 mungkin忘記說在外面曬太陽 那不惜新鮮空氣就是那么好玩這樣 好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那個